港珠澳大桥海底最道最终接头 位于海底28米的第29和第30节城管之间 长12米重达6000吨 于5月2号成功下沉安装 精条完成后立即进行焊接 焊接作业是将498块钢接头板 装配并焊接到最终 接头与两侧城管之间的对接缝处 焊接分内外两侧 共四圈焊缝总长达2280米 光焊丝就需要20吨 100多位持有国际焊工证书的焊接工人 24小时不间断作业 这个每条焊缝基本上要焊30刀左右 在每一刀里面如果说出现一个点钻的 一个小的气孔一个小的灰尘 都能导致这个烫散的影响 烫散火过滤 整个焊缝是比较完美的 最终接头的焊接完成 是6.7公里海底城管隧道 最终贯通的重要环节 接下来将进行钢板内混凝土的胶柱 及封门拆除工作 预计6月中下旬 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将全线贯通 带下来将进行钢板上旬顶 封门下旬顶 封线下旬顶 封贯通 forget